沒有喝過想要吹 我們現在執行酒測勤務 拿酒測起來 你看我把警察拿 駕駛北投大業路上御林檢 不配合就算了 還對著疑似手機那頭的朋友 小張炫耀要訓練一下警察 沒喝酒我想要吹氣 你現在強制我吹氣嗎 我沒有喝酒啊 我就跟你講沒喝酒 入檢點不是我們決定的事 對啊 入檢點你可以攀岔我身分 不需要每個人叫吹氣吧 我們沒有每個人叫吹氣啊 不然呢 講好聽是考驗 講難聽是刁難 一下說要吹酒測 一下又拒吹 駕駛音量越拉越高 馬路中央與警對峙 感知器可以拿進來 測有沒有酒精 你不是拿感知器叫我吹吧 請你吹一口氣就好 為什麼我要吹氣 你現在要強迫我吹氣的話 沒關係 我吹出來 沒有酒精反應的話 我絕對告你們強制罪 據側喊告 堅持跟警察 如到底 告我們什麼強制罪 不然呢 你脅迫我吹氣啊 那沒關係 那請你下來一下好不好 我為什麼要下來 我看有沒有喝酒 我就跟你講沒有喝 可以聞就好 你不會看嗎 可以啊 我在看啊 對啊 那你怎麼會問我 最後雙方已沒聞到酒味放人終結 因為酒測棒只是初步檢視 民眾可以拒絕 如果沒有酒容酒氣 也不必強制酒測 若是在這種狀況下劇測 也不會被開罰十八萬 執法過程會增完善 讓民眾提醒指教部分 將納入參考 只能說遠景深夜執行酒測勤募 還是盼民眾能多點同理心 別造成別人工作上的困擾 還沾沾自喜 就楊潮恰山 常報道 我是陳菊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往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